中華五千年 由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鄭啟明 葉細鴻編導 光武中興 劉秀以河北為根據地 脫離庚此帝樓原領導的長安洛陽政權 自立為皇帝 即是後世所稱的漢光武帝 劉秀清帝之後沒多久 以機民為主的赤眉兵攻陷長安 庚此帝投降 後來被赤眉兵殺死 當時中原陷入混戰之中 百姓死亡無數 生存者亦都流離失所 而漢光武帝所控制的河北地區 反而日漸巩固 北方的歐洲 遼東一帶 西方的河東郡 南方的河內郡都先後落入 漢光武帝掌握之中 所以沒多久 漢光武帝克服洛陽 開始以洛陽為首都 後人就將漢光武帝所開創的漢潮 稱為東漢 用來分別漢高祖至漢平帝 定都長安的西漢 流秀職位的時候 各地群雄割據 其中勢力比較強大的 包括佔據陵西 即是今日甘肅省東部的魏梟 佔據衰陽的梁王劉詠 佔據淮南江南一帶的董獻 佔據索芳雲宗 即是今日內蒙古南部 和寧下一帶的勞芳 佔據巴蜀的公宣術 和佔據河西走廊的鬥庸等等 直至劉秀職位之後第十二年 即是建武十二年 公元三十六年 劉秀然後才完全將群雄平平統一天下 其中佔據河西的鬥庸 鬥庸是自動向光武帝表示歸行 得到光武帝特別優禮 封為安豐厚 官拜大師兄 鬥庸家族的人 很多是和皇室通婚的 後來漢章帝的皇后 就是出自鬥家的了 另外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 和威鎮西域的班超 他兩兄弟的父親班彪亦是鬥庸的賓客 班彪亦因此而受漢朝重用 漢光武帝統一天下之後 他急切面對的問題 就是如何將皇網所破壞的社會經濟重新復興 而天下大亂之後 人口大量死亡 加上鬧饑荒 百姓生活很困苦 政府的控制力又一時間不能深入基層 法令難以執行 於是地方豪強此勢寧忍 官吏又習慣於皇網時代舞弊刑事的風氣 這些都成為東漢開國時最嚴重的困難 如果處理不善 天下就會繼續動蕩不安 而勢必危害到成立不久的東漢政權 所以光武帝必須認真對付這些問題 在漢光武帝初年 人口比較西漢末年大為減少 漢平帝的時候 即是留守清帝之前二十多年 政府記錄全國有一千二百多萬戶 五千九百多萬人 到了漢光武帝職位之後三十多年 當時政府的記錄顯示 全國戶口有四百二十多萬戶 二千一百多萬人 即是少了一半都不止 國武帝初年雖然沒有正式的記錄 但肯定人口是更少的 因此不少農田荒廢 有些地方甚至生長野谷 漢光武帝為了恢復社會經濟 實行獎勵開狠 減輕付稅 甚至免費供應農具 和耕牛給百姓 又鼓勵生育 婦女懷孕有所謂胎養谷 丈夫又可以免一年力役 漢光武帝又接連多次落命令 准許奴婢轉為平民 新開狠的農田 可以成為私人產業 還免費五年 政府方面就減省開支 大量裁減官吏數目 減少高官的官諷 但就增加低級官吏的諷錄 於是民間得以優養生息 百姓也逐漸富裕 後世的歷史學家 就叫這段史實做光武眾慶 另一方面 漢光武帝為了整頓西漢末年 和黃網時代 官吏欺上門下舞弊刑司的風氣 他實行獨攬大拳 開國功臣之中 除了鄧宇、李通和賈福之外 其他一概不准過民政務 只是安享富貴 事實上 鄧宇、李通、賈福 亦是很少參與政策決定的 漢光武帝又喜歡親自任命一些有學識 在社會上有名望的學者做公卿大臣 正所謂內外群臣多帝自選舉 漢光武帝對公卿官吏督責極嚴 稍為有過失必定嚴加責備 那些公卿因為失職而自殺的亦都不少 不過他對那些奉公盡職不畏強權的官吏 就加以表揚 有一次首都洛陽城發生命案 由諾陽願令董孫辦理 啟稟大人 據屬下偵查所登 日前諾陽城內西市殺人案件 主控是胡陽公主的家暴 如今藏匿在公主家中 屬下等無從緝捕 又是貴人勞捕殺人 怪不得以前皇太子說過 諾陽帝經多近臣 南陽帝鄉多近臣 這兩處地方都不可以用常法治理 胡陽公主是皇上大子 本源只是一個六百石元寧 請大人為民請命 設法竹拿兇徒新章國法 是 本源很明白 但是公主府邸是不用願官搜查 是的 那個兇徒是不是寸步不離公主府邸 啟稟大人 兇徒有時會跟隨公主居嫁出外 但是公主事眾甚多 小人沒辦法上前捉人 這樣啊 好了 為了新章國法 本源親自到公主府門外等候 務必拘捕兇徒 大人 大人 我們在公主府外等了幾天 還沒見兇徒出過來了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再等一等 如果等不到 才再想辦法 外避 公主嫁到 公主嫁到 這次有機會 大人 有了 馬車上的士眾 就是兇徒 好 等本源親自上前拘捕兇徒 請公主停居 大膽 誰敢截停本公主居嫁 微臣是洛陽怨令董孫 請公主查驗恩壽 洛陽怨令 你侵犯居嫁 有何居心 啟稟公主 公主居上時眾 因為日前殺人 微臣依國法要拘留查詢 只有冒犯公主 請公主恕罪 什麼 你要拘捕我的士眾 混帳 公主 這裡是洛陽怨 有河南韻 有廷威的文書 請公主顧穿國法 不行 人來 快點開車 不能走 人來 上去驅立兇徒 住面 公主 微臣雖然只是怨令 但總算是朝廷榮官 以國法為重 逼得冒犯公主 人來 有 將兇徒大反怨牙 住面 公主 董孫 你做得好 本公主向皇上參奏你 要你伸手義處 皇上 這個洛陽怨令董孫 就是這樣在洛陽通渠大道之上 羞辱本公主 皇上應該嚴加懲罰 以免官你視為榜樣 作威作福 可惡 引力 將洛陽令董孫 拉出去打 陛下 陛下 微臣被陛下打死 在所不辭 不過 希望陛下聽微臣一句說話 你說吧 陛下 今日陛下聖德眾卿 而公主貴人 中庸老伯 行兇殺人 陛下何以使萬民信服 又何以治理萬民 教人遵守國法 陛下 無須置微臣於死地 微臣願自盡於陛下面前 免陛下扶上暴君之命 屍臣 拉住他 董孫 你何必自殺 朕一時自殺 這樣 你向公主叩頭認錯 就此了時 陛下 微臣依國法行事 並無差錯 無錯可認 師臣 你們拉住他 按住他向公主叩頭 不行 不行 微臣不可以有用大臣威夷 陛下 你看一下他 用手撐住地 死都不肯叩頭了 強項令 真是強項令 仁毅 擠 放了他 甚麼 文叔 你還記不記得我是你的大臣 你當日在民間 也窩藏過不少罪犯 今天身為天子 竟然可以屈服一個區區的元領 大臣怎麼可以這樣說 做天子要顧存國家體制 與布衣時候不同的 還有 朕 還想賜洛陽令董孫三十萬錢 作為獎勵 天下官吏 以後可以以他為榜樣 是 剛才所說的是漢光武時代 另外一位强項令董孫的故事 强項 強是堅強的強 項是項項項目的項 所謂强項 即是粵語所說的硬項 另外剛才劇化片段之中 也有視重這個名詞 也即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視重 不過正音就讀視重 當時士大夫是以不向權貴屈服 和伸張正義為己任的 這種情況成為東漢的士人風想 當時的人叫他做氣節 不過由另一個角度來看 漢光武帝對官吏督澤好嚴 有一位東漢大臣第五輪曾經說過 光武成黃網之餘 頗以嚴猛為政 後代恩之 瑞城風化 即是說漢光武帝承接著黃網的做法 在政治方面相當嚴厲 他的後繼者又恩循這種做法 於是成為一種固定的方針 另外 漢光武帝又更改政府組織 將西漢的行政首長 丞相和御史大夫廢取 設立太衛 司徒 司空 合稱為三公 目的是分散最高的行政權力 令到三公各自掌管部分政務 遇到有重大疑難問題 然後自由三公聯同商議 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間阻 這種做法 比較西漢時代 成相行政權力集中的情況 就大不相同 於是 君主的權力更加提高 還可以直接向三公以下的九卿發照領 而協助君主處理文書的官員 即是上書 地位就變得更重要 因為皇帝要處理的文件多了很多 所以上書令人數也由西漢的四個 而增加到六個 還分曹辦事 例如上司曹 主管公卿事務 二千石曹 主管地方行政 民曹 主管官吏上書 客曹 主管外國移敵事務等等 在上書令以下還有上書博野 上書左右城 和士郎等等 於是 上書就成為實際法師政令的機構 後來 徐唐時代的六部上書 也與東漢的上書一脈相承 在漢光武帝時代 選擇有名望 有才幹的人擔任上書令 例如 復站 後霸 逢勤等等 都可算是一時之選 而且大部分人選 也可以由上書令升為三公 由此可知 上書的地位是多麼重要 至於太衛 司徒 司空這三公 往往由於政策有錯誤 或者施政不當 而要負責受罪 在建武十五年 又有一件大事發生了 聖位公慶 朕素月前 夏召天下周郡 詳細查驗墾田數目 百姓戶口 年紀 叫他們情報朝廷 如今情況如何? 微臣歐陽入啟稟閉下 各郡以先後派遣郡尼 將查驗所得送到洛陽 經微臣收窄 交由上書送程如南 周郡官尼處理這件事 公不公平? 回稟閉下 微臣未有聽聞 不公平 未有聽聞? 上書是郎 將民間賞書 和朕所派業者 考實回報的文書拿出來 禁止 歐陽師徒 你知不知道 師徒的職責何在 師徒為列三公 掌管人民之時 教導百姓孝體 謙信 捷劍 養生送死 則以論其制度 四方民事功課 每年年中 則就其得失 而行賞佛 夠了 夠了 你看一下 這些文書 都是郡國神民 申訴刺史 太壽 借諾田為名 作藝巧詐 集合百姓在田野 然後善入民居 將民間房屋 階行 算入墾田之中 以豪強大姓 則寬重包庇 你怎可以不見不聞 有失師徒職責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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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死罪 如今漢室中興 又怎容許這這樣的事發生 朕所派遣熱者查德 河南雲張級等郡壽十多人 沉靈百姓 諾田不實 列偉恭兄 你們認為 應該如何處置 應該處死 好 應該處死 朕也查德 歐陽入 從前在宇南 泰秀任上 曾經受莊千多萬 列偉又認為 應該如何處置 微 微臣死罪 死罪 微臣馬門 啟稟陛下 歐陽入世代以復生尚書 教授弟子 自歐陽生以來 八世博士 昔日在宇南泰秀任上 推用延盡 正清義寺 荒惠役後 因此精入洛陽 拜為師徒 請閉下考慮 重寬處理 朕所重視 是言良 方正 官吏必須奉法律 不得信私枉法 引禮 再 將歐陽入 拘留獄中 等待審問 盡命 啟稟陛下 前司徒 歐陽入 已死在獄中 可惜 可惜 歐陽入 一代命如 竟然被莊聚所悟 陛下 日前歐陽入 拘禁獄中 每日有諸生千余人 聚集宮門 哀求 陛下寬恕他 甚至有人 怨待歐陽入 死帖 由此可見 他亦 妥得民心 朕都覺得 情治失職官吏太過嚴苛 日前所殺的郡太壽 已經有十多人 似乎太多了 微臣 撫嵌中郎將馬援 啟稟陛下 死得其罪 何多之有 以此死者既往 不可否生 漢光武帝劉秀 在位33年 死的死者 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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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是62歲 他將當時戰禍年年 群雄割巨 經濟崩潰 利智敗壞的中國統一起來 而且親自將當時的中國 帶到一個太平時代 民間的經濟 亦都開始日見富裕 政治上軌道 人才鼎盛 教育學術復興 又能夠容納異己學說 所以 後世史家稱之為光武忠卿 他的政績 據後漢書批評說 他雖然大功告成 但處理政務仍然小心謹慎 所謂 驚驚如不及 即是 戰戰兢兢 怕自己做得不夠好 又能夠 明慎正體 總攬朝綱 量時度力 舉無過時 即是 他施政時 能夠因應時勢所需 利用可以運用的條件 不會胡作妄為 不自量力地改革 後漢書又說 光武帝能夠退功臣 而用文理 帶來幾十年太平盛世 不過 漢光武帝所謂流下來的問題也不少 對東漢以後百多年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很大 例如 他加強軍主集權 令軍權過分高張 和取消棍國刀位 即是廢棄民兵制度 就是其中最受後人非議的了 中華五千年 由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鄭啟明 葉世雄 編導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中華五千年 中華五千年 中華五千年